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一下 我怎么样做汉语拼音的练习 用汉语拼音来打字的练习 首先我是在Google document上面 说出我的句子 我是用这个tool voice typing 那你要选你的语言 我已经选好是台湾 或者是你要选中文的 任何中文的都可以 你有这样选的话 那些字体是可以变成标凯体的 如果没有标凯体也没有关系 这主要是一念出来 就可以打字出来 打好字了以后 我是把我要变成汉语拼音的 复制下来 然后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Purple Culture 把我们的文字贴上 convert 然后按copy 只要汉语拼音 只要汉语拼音 你就把这个中文隐藏起来 copy to the clipboard 按了copy以后 到我们文字档 把它复制 paste 那我要把它字体变大一点 然后大小写 然后大小写 这个我有说过 在这个句子的前面 我们是用大写的 然后检查一下 中文也可以用大写的 因为是说的一个语言 我会把它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的汉语拼音的练习 那我把十个句子都打好 我每个练习我是做十句 然后呢 我是用crop image 把这一页卡下来 然后我用一个slide 这个slide的page 是跟普通的字的就是page的大小是一样 8.5乘11 然后我把这个 这个 我的 要的background upload上来 这就是我刚刚做好的 这样画 这一页 这个汉语拼音的练习 我就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 网页 就是这一页 我是放在每个礼拜的功课上面 那么这是汉语拼音练习 我的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然后我把我的link 放在这个上面 那所以学生要打字的时候 只要一按这个link 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一页 它可以打上 直接就打上它的名字 打上它的这个答案 用中文打打上它的答案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功课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怎样做汉语拼音练习的方法 好